这一期节目是肯定要被黄标的 但是我要出来说 就是阿里巴巴女员工受侵害这个事件 对于这件事本身我是非常愤怒的 对于这个女生的勇敢 我也是表示支持的 我很想抱一抱她 因为我知道她面临的压力和痛苦 阿里巴巴你不如以后改名叫四十大道算了 但是这件事如今在微博造成的热度 让我有一点不安 要知道阿里可是微博的第二大股东 如果她要压热搜 怎么会压不下来呢 而且这件事刚爆出来的时候 微博也的确降过温 只是后来不知道哪来一股神秘的力量 推动这场风波 演变成全社会对阿里的口诛笔法 8月10日 人民日报旗下踏浪青年 点评了这次的阿里事件 表示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资本绝对不能控制媒体 不要妄想大而不倒 更不要妄想像韩国财阀一样控制一切 这篇犀利的批评文如今已经被删除 但是我的理解是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当前政府对资本的态度 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中国能控制一切的只有共产党 阿里作为资本代言人闹出丑闻就想轻而易举的控制微博来降低事件的热度 那么我共产党就让你看一看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我偏偏要让这件事不断发酵 直到搞得你身败名裂 接下来我就谈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几个看法 第一据我所知在中国这种女员工陪酒的事情无论是在各行各业还是在像阿里这样的企业都是常态 阿里有超过25万的员工 我接触过的不在少数 去过的饭局也不在少数 阿里的高管们出来说这种事在阿里非常少见 那显然是不可信的 他们只是在做危机公关吧 阿里辞退员工的行动里可以参考2016年的月饼门事件 当年从约谈员工到决定辞退只花了1.5个小时 再者从7月28日这位女员工提出诉求开始 差不多10天过去了 一直没有得到公司的重视 就可以看出来领导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他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这位女员工 反而不断地打压她发生的机会 先是把受害者提出公司群聊 后来这位女员工去食堂拉横幅发传单 还被保安赶出去 直到这件事在网上发酵到足够的热度 他们才出来表演自己的精致甩锅行为 阿里各位高层的发言通篇在我看来都是冷漠 称自己理性多了感性少了 形容被害人在酒醉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等等 这群人被骂那还真是活该 就是一群为了保住自己位置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罢了 作为女性我一直是鼓励和支持 女性当自身受到侵害的时候要勇敢地出来维权 虽然在那个国家要告赢这样的案子很难 一遍遍的被人盘问一遍遍的回忆描述的确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有时候告就意味着丢工作 因此也很少有女生愿意把这种伤疤揭露出来给世人看 在中国想要捡回尊严竟然需要先丢掉尊严 真的让人非常的心寒 第二 这件事是否有被人利用的嫌疑呢 此事被全国热议的后果就是阿里需要有高管出来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 那么谁又会下去 谁又能借此机会上位呢 目前阿里迫于压力 已经解雇了涉嫌男员工 两名主管领导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引咎辞职 首席HR既过处分 这就算是给个初步交代了 阿里总共有超过25万的员工 这次竟然有超过20万的员工出来为这件事情发生 阿里的内网几乎骂声一片 这样的群情激愤 如果说没有人从中煽动 我是不信的 尤其在职场上 国人都是什么尿性 我想大家应该是清楚的 如果不是多年的工作经验 我甚至要相信阿里的员工都是热血青年正义化身了 这里有没有利益驱动 大家自己判断就是了 第三 阿里的这次事件 能否引起全社会对女员工陪酒文化的反思呢 这才是这件事我们应该关注的发展方向 而不是把目光只聚焦在阿里身上 如果你单纯的认为 陪酒文化的重灾区就是像阿里这样的民营企业 那么你又too young too simple了 体制内才是这种罪恶的深渊 如果今天阿里的事件是发生在某个政府部门 你觉得你会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吗 在国内职场应酬太常见了 如果你只适合企业吃饭 那其实真的还好 因为去的基本上就是些对外营业的场所 一般女生只要表达出自己不能再喝了 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不会也不敢逼迫你 但是当官的可就不一样了 首先官员们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是不被允许去那些对外营业的娱乐场所或者饭馆的 于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私人会所 一个个都建得非常的隐秘 有些就在小区里面盖一个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的违章建筑 不知道的还真的以为只是个普通的物业办公室呢 这种私人会所只接待个别领导的饭局 安保措施非常完善 通常会有好几个秘书在外面转悠 生怕有人误闯 其次政府领导一般都有自己对女性的喜好 和他们打交道的启示业单位会根据他们的喜好 挑选合适的女员工去陪酒 那些出处茅庐的女生想要升职 甚至有些只是想在单位里待下去 就都不敢拒绝这种要求 哪怕你说你今天例假不方便 他们也会用一个非常冷酷的眼神 逼着你把这个步子吞回去 以前我有一位女同事为了避免自己被灌醉 不得不花钱买通服务员 在她的红酒里掺一些葡萄汁 我一直反对这种畸形的酒桌文化 既然共产党发文批评了阿里 不如就来一波你们最拿手的整风运动啊 反对应酬反对赔酒 从共产党自身做起 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举报 没举报一名违纪官员就奖励一万元 再把扫黄打黑的红袖章队伍用起来 除了打教培也抄一抄这些专供权贵阶层 享乐的私人会所 保护更多的女员工不受这种陪酒文化的毒害 说不定他们还给你多生几个孩子呢 如果只是民企出了事 就站在道德制高点出来批评 而对体制内的坏事一味的包庇 搞特权 搞双标 那么你就别想推进什么三胎政策了 不如研发单性繁殖技术吧 不过善于权斗的皇上 恐怕也知道 把手伸进老百姓的裤裆没什么 如果把手伸进了官员的裤裆 怕是自己的皇位就要晃一晃了